Hello,Bridge and Girls, welcome back!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回到233网上 现在我们要进入到Lesson 3 Lesson 3,第三课的学习 第三课学习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来看到一个小的对话 这是在谁的家里呢? 在Mike的家里 Mike带着吴亦凡来家里做客 这个时候呢 当然Mike要跟妈妈介绍吴亦凡了,对不对? Mike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Hi,Mom 妈妈,This is 吴亦凡 This is 吴亦凡 这个呢,是吴亦凡 妈妈说什么呢? 妈妈说Good afternoon 大家觉得是不是有一些耳熟 是不是,我们之前学过一个 Good morning 是什么呢?早上好,对不对? 那么Good afternoon呢? 就是下午好 Good afternoon 吴亦凡 中午好啊 下午好啊 都可以 下午好,吴亦凡 那么吴亦凡怎么说的呢? Good afternoon Nice to meet you 中午好 Nice to meet you 什么意思呀? 见到你 很高兴,对不对? Nice to meet you 当我们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 Nice to meet you 这个时候妈妈说什么呢? 妈妈就说 Nice to meet you too Nice to meet you too OK 那么在这个对话当中 有什么样的新词啊? 我们来看一下 New words Afternoon 这个词啊 是我们这一刻最长的一个单词 After Yes After Noon Afternoon Afternoon Yes One more time 再来一次 Afternoon OK 我们上次学过的是什么? Morning Morning 是上午 今天我们学习的呢 是下午 Afternoon Yes Afternoon 所以我们要说 中午好的话就是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Yes Very good Good afternoon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新词呢? Nice 这个词啊 是我们所有人都非常喜欢的 Nice 因为呢 它表示什么呀? 它表示 美好的 令人非常愉快的 Nice Nice Yes 非常的令人愉快 非常的美好 非常的高兴 Meet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中间有两个一 就像是两个人见面了 对不对? 两个人见面了 所以呢 它就是遇见的意思 M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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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么见到你很高兴呢 就是 Nice to meet you 这个meet you的话 我们可以连读 Meet you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OK One more time 我们再来一次 Nice to meet you Yes 好的 Nice to meet you OK Very good 好的 接下来啊 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实战演练环节了 大家看到这里呢 是Mike和Sarah 对不对? 他们手上呢 都拿着两 一个玩偶 这个呢 是Zoom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Zip 那么怎么样来介绍呢? 我们的Mike是怎么说的呢? 首先啊 现在是下午 你要跟Sarah问好 问好的话 你要说下午好 怎么说? 想一想 think about it 是不是 Good afternoon Yes 好的 我们一起来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晨洁 中午好啊 晨洁 This is Zoom This is Zoom 这个呢 是Zoom This is 是我们这一个单元学过的 对不对? This is 这位呢 这个是Zoom 这是Zoom 对不对? 我们的Sarah怎么说的呢? Hello Zoom This is Zip 这是Zip This is Zip This is Zip OK 然后呢 他要说什么? 他要介绍他认识了一个新朋友的话 他当然就要说 Nice to meet you 见到你呀 很高兴 Nice to meet you OK 当我们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 我们都可以说 Nice to meet you 哎 见到你 很高兴 哎 那么怎么样回答呢? Nice to meet you To Nice to meet you To 哎 这个TOO 就表示 也的意思 对不对? 我们之前学过一个 Me too Me too 我也是 我也有 这个To Nice to meet you To OK Very good 好的 接下来呀 我们要进入到 Let's learn的部分 哎 我们要学一些什么呀 我们看到地上啊 有一幅大型的图画 对不对? 画的是谁呀? 画的是Zoom 哎 画的大熊Zoom 我们现在呢 要给他上色 上什么样的颜色呢? 哎 这个时候 吴亦凡就说 Color It brown Color It brown Color 这是我们这一刻的标题 对不对? Color OK 那么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颜色呢? 哦 在这里啊 它是作为一个动词 表示呢 把什么 涂成什么样的颜色 哎 Color It It 是什么? It就是一个代词 它 Color It呢 就是 把它图成 Brawn Brawn What's the meaning? 哎 就是什么呢? 棕色 你们看 这一幅图的底色 是不是都是棕色的呀? 这个线条都是用棕色画的 对不对? 都是Brawn 所以说 Color It Brawn 把它图成 棕色吧 Color It Brawn OK Read up me 跟我一起来 Color It Brawn Yes One more time 再来一次 Color It Brawn OK Very good 这个时候 Mike怎么说的? Mike说 OK 好的 Mike 非常的合作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颜色要给他上呢? 有Black Black是什么呀? Black就是 我们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 Yes Black 是黑色对不对 Black 黑色它象征着深沉 对不对 庄严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同学 他就不喜欢 Black 不喜欢 Black Black OK Read up me 跟我一起来 Black Black OK 还有什么呢? White White 还有有的地方呢 要图成White White这个词 同学有没有觉得 非常的熟悉 我们介绍过一个老师 他叫什么? Miss White 怀特老师 这个White 当他不做姓氏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表示颜色 什么颜色? 非常纯洁和高贵的 白色 White White Yes 跟我们怀特老师的发音是一样的 写法也是一样的 White 只不过呢 他首字母呢 不一定要大写 对不对? White White OK 还有什么颜色? 我们非常熟悉的 Orange Orange 这个词大家肯定知道 对不对? 橘子 橘子 Orange 诶 那么这是不是那个Orange呢? 它的写法跟读音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它也可以用来表示 什么颜色啊? 橘子是什么颜色的? 对了 就是橙色的 Orange OK 再一起来一次 Orange Orange Yes Very good Orange 好的 最后就是我们的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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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色对不对? OK 好 我们一起来一次 Black White Orange Orange Brown Brown Yes 好的 接下来大家要来看一下 有那么多的颜色 黑色 Black 橙色 Orange 白色 White 还有我们的棕色 Brown Color Brown 是把它涂成棕色吧 那么假如Linda说 让你把它涂成 橙色吧 怎么说呢? Yes 就把这个词换一下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我们就说 Color It Orange Color It Orange 那么假如说 我看到了白色 又怎么说? 我们上节课学过一个句型 对不对? I C 对了 I C White I C White 我看到了 白色 White OK 棕色 好的 接下来换一个句子 给我看 棕色的 怎么说? 给我看 是什么? Show Me Show Me Show Me Brown Show Me Brown 好的 接下来同学们要来回答Linda的问题了 回答什么呢? 回答 Yes Or No 是或者不是 Yes 就是是 对不对? No 就是不是 好的 听Linda说 黑色 黑色 是 White Yes Or No 黑色 是 White No 对不对? White 是我们的 白色 OK 棕色 棕色 Orange Yes Or No 对不对? Orange 是什么呀? 是我们的橘子的 Yes 橙色 Orange Orange 好的 现在四种颜色大家学会了吗? 我们现在要来回到我们的Let's do的部分 Let's do是什么? 让我们一起做我们的动作大片 做什么样的动作呢? 同学们把手伸出来跟Linda一起来做 好的 我们看到这是谁呢? 这是吴亦凡对不对? 吴亦凡举着一个帽子说 Black Black Stand up Stand up 什么呢? 同学们有没有觉得非常熟悉? 每天上课的时候啊 老师都会说 Class Begins 这个时候班长就要说 Stand up Stand up 是什么呢? Yes 起立 对不对? 站起来 起立的意思 Stand up Black Black Stand up 什么意思啊? 黑色的 黑色的 站起来 OK 当我们说Stand up的时候呢 我们用这个动作表示 站起来 Stand up Yes Stand up OK Orange Sit down Orange Sit down Sit down 是什么呢? 坐下来 坐下的意思 当班长说了 Stand up的时候 老师就要说 Sit down 坐下 Sit down 坐下 OK 把手声来跟Linda一起做动作 Sit down Yes White White Touch the ground Touch什么? Touch 触摸的意思 T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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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摸 Touch哪里呢? Touch the ground Ground 你们看 Sarah摸了哪里? 是不是摸了地面呢? OK 我们用这个动作表示 Touch the ground 摸了一下地面 Touch the ground OK White White Touch the ground 白色的白色的摸摸地 Yes White White Touch the ground 摸摸地 Touch the ground OK G是谁? 这是Mike Mike 拿着一个棕色的笔 对不对? Brown Turn around Turn around 什么呢? 转个圈 Turn around Around Turn around 大家看到 Ground 跟around 它的单词 只有一个字母的差别 对不对? Ground 是前面是G 你们看 底下呢 就好像一个钩子 摸着这个地面 对不对? Ground 地面 Turn around 转圈 转个圈 Turn around 好的 现在我们一起来 Black Black Stand up OK 好 Orange Orange Sit down One more time Orange Orange Sit down Yes White White Touch the ground White White Touch the ground 摸摸地 Brown Brown Turn around 转个圈 Brown Turn around Yes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谁的反应最快 我们刚刚介绍了很多的动词 对不对? 起立 坐下 摸摸地 转个圈 接下来Linda呢 首先跟同学们一起来复习一遍 然后呢同学们来做动作 Stand up Yes 起立 对不对? Stand up 站起来 起立 Stand up Sit down Sit down 坐下 Sit down Touch the ground Touch the ground 摸摸地 OK Turn around 转个圈 Turn around 转个圈 对不对? OK 好 接下来轮到你了 Stand up Yes 表示起立 对不对? OK Next one 下一个 Turn around Turn around Yeah 转个圈 我们说 Brown Turn around 是什么呢? 棕色的 棕色的 转个圈 转个圈 Turn around OK Next one 下一个 Touch the ground Touch the ground What's meaning? 什么意思呢? 摸摸地 Touch the ground OK 还有the last one 最后一个 Sit down Sit down OK Sit down 是什么? 坐下 Sit down Sit down OK Very good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 小接一下 我们这一堂课 有什么样的重点剧情呢? Nice 我们非常喜欢的 Nice 非常的令人愉快的 美好的 高兴的 Nice Nice OK Read of me 跟我一起来 Nice Afternoon Afternoon 是什么意思啊? 下午 对不对? Afternoon Afternoon Black Black 是什么颜色? 还记得吗?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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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我们说有的同学 他会不喜欢 Black Black 是黑色 OK Black White 跟我们华特老师 是一样的 对不对? 白色 White Yes Quickly 快一点 White White Orange 还记得吗? 是我们的 橙色 Brown 棕色 我们今天的剧情 比较多 有什么? 最重要的是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Good afterno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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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还有什么我们刚刚学过的 动作 什么样的动作? Touch the ground Turn around Yes Stand up Sit down Sit down OK 还有什么呢? Color it brown Color it brown 把它涂成棕色吧 Color it brown Color it brown 把它涂成棕色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堂课的 所有内容 是不是非常多呢?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得 把课后的习题做一下 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掌握了 OK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See you next time